昨天的市场呢,我讲了,昨天市场涨的一路比较深,特别是半导体这个股票 这个因为他带头,因为JP Morgan是大局买进,然后呢 中东还没买他的芯片,非常贵的,做那个人工技能 这个一度呢,这个英伟达从410涨到差不多440,涨到7% 7%是什么概念呢?这个英伟达已经有1000多亿这个市值 说7%的话呢,就是说,就七八百个亿一天,这个投资 然后呢,到了市场关门的时候呢,这个三倍的指数涨到7% 就是三倍的指数涨到7,不是7,是8,刚说了 关门以后呢,技术涨到10%,搞得很多做空的人呢,是措手不止 就是,疯狂的这个,就买进,啊,屏窗 今天早上呢,什么休息也没有 这个市场呢,就,啊,因为昨天涨得特别猛 来,我在市场关门以后,我就买了那个SQQQ 啊,那个SQQ呢,是18块8毛3买进去的 对吧,那是市场关门以后 4点多钟了 然后呢,今天早上一看 一边,我设置了一个价钱到19块4 今天早上一看 就到了我这个价钱 这个东西呢,就相当于涨了百分之 啊,三点 对吧,三点多 百分之三,啊 然后呢,今天早上一起来 我就把这个做空的,就 就买进来了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买多 今天呢,主要是 美元应该是可以,嗯,对吧 其实顶部可以卖了 所以我今天是 卖美元,啊,买了家园 然后呢 然后呢,也买了这个NASDAQ指数 嗯 那我不知道呢,现在这个市场呢 就是说买多的,可以买空的 都 两边都有,有事 对吧 现在,其实,直接交锋 时期 这是我的做法 嗯,看看行不行 反正到目前为止,这两个礼拜 现在,啊,这个百分之一是 多多有余啊 因为我们讲的百分之一呢 不是说,一天都可以涨百分之一 或者是百分之多少 问题是在哪里 就是不能掉 过百分之一 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波动浮速要平均 对吧,这个很重要 不然的话,就没有保障 明天,刚才这个 这个 SP呢,最多掉了 0.95 差不多1%了 这个指数掉1%呢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波动 因为很多指数是 就是SPY 就是没有杠杆的指数 1%的波动的话 那其实获取是20%的波动 那有些option呢 那就是几十倍的波动 所以我给大家讲的 这个1%培训呢 就是怎么样控制你的投资 波动在1% 这个是非常关键 也就是成败的 对吧 如果是1%以内就有 就是成功的概率比较大 如果1%以上呢 你就 就是随着波动付出的 真假难度就真高 就像 搞那个撒杂志一样的 或者是搞体育比赛一样的 这个是 我们的难度在里面 所以呢 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金融市场 就跟赌倉一样的 就是 对吧 其实呢 赚钱就是说 赌肯定是亏的 对吧 但是你不赌 就是说 作为庄稼 跟庄稼一样 把波动付出控制在 口控的范围里面 那你就可能会 不会亏 并且可以做到连续 稳定的回报 关键问题是在哪里 你要 要有耐心 对吧 不要小看 一万 投资一万块钱 一个礼拜赚一百块 不要小看一百块 随着时间的积累呢 这个是 你的钱就越来越多 当你有信心的时候 对吧 你就会 因为 这个耐心是 非常重要的 有空大家过来坐 我们这个办的事很大 我这里呢 是我这个 操盘室 另外呢 就是旁边有个会议室 然后呢 通过这个Zoom 这个视频的话呢 大家可以 坐在那边 看我这个操盘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并且呢 很多人的 因为 现在啊 能够跟大家 这么交流这个机会 非常难得 等待一段时间以后 我就没有时间 给大家去 对吧 接触 因为 肯定会很忙的 好吧 嗯 嗯 接触 没时间 没时间 更快 接触 然后 见证